歡迎各位 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 今天行政長官林鄭在Facebook上猛地 樹葉都差點下了 到底這什麼事呢? 她就說自己被人起底 我們首先看一下她到底說什麼 她就說 有人告訴她 她的個人資料近日被人開放上網 上一些通訊群組 實在令人擔憂 他擔憂的不是他的個人資料 畢竟早前已經被公開過 而是起底這種行為對社會的影響 我們首先看看他的什麼個人資料 原來在前陣子有些網民整合了十多名高官和立法會議員的出生日期 手提電話、辦事處電話和電郵地址等等 把這些東西放在網上 受影響的有些什麼人 包括行政長官林鄭、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惡名超駐指揮官陶輝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思、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和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等 那些網民還在弄圖片 就加了一句千萬不要玩電話 就在這個Telegram那裡流傳 但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幾個月之前 都不是最近的事情 林鄭現在又在慎了 說最近又被人擠上網了 實情你的資料 在幾個月之前都已經被人公開過 都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 然後她的貼文還怎麼說呢 她就說過去幾個月 有人肆意對官員、警察 以及所有和他們意見不合的人 進行起底 甚至乎連他們的家人、小朋友都不放過 起底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消滅其他人的聲音 但是受害的 遠不止被起底的人 而是整個社會這樣說 林鄭說這些話 其實就是寬己嫌人 雙重標準 你既然要批評起底的話 你就不要只針對 你的高官或者警察被人起底 為什麼那些人會起底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行為呢 半年之前絕對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 又是作用與反作用力的理論 你在這個現實社會上 對於他們這樣來打打 這樣來陷害 那他們自然有些人就會做出這些行為 不是表示我同意這些行為 但是你叫他們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有什麼辦法來反擊 而且你說出這件事的時候 一樣是地圖炮 藍絲不是一樣有做這些起底的行為 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以被人看見是有組織的 那些起底網站 開到俄羅斯那裡 甚至乎有人指證 他們放在起底網站的照片 就是源於回鄉卡那張照片 你說這些是什麼 背後哪些人來提供這些資料呢 你特區政府也說一下 對不對 大批市民、示威者、記者、教師被人起底 你林鄭又何曾有提過半句呢 你所關注的就是官員、警察和你那些藍絲自己有 喂 那些市民 你完全一句可以不出聲 完全當是看不到的 這些就是自己掌握了公權力 自己本身做不好 就去批評那些市民 第二件事他就說到什麼呢 他就說 如果我們仍然為香港享有法治的文明社會而自豪 就不應該也不能夠容忍起底 不幸的是 在當前的社會動蕩裡 香港有些人動輒就是以這種卑鄙的手法 作為傷害其他人和目標群組的武器 你說起底是作為一種武器 我又舉出一些例子給你林鄭來判斷一下 到底這些市民遭到起底 是否作為一種武器受到攻擊呢 首先在九月份的時候 有多名的受害市民就向記者表示 質疑他們的個人資料外洩的源頭 極有可能是涉及到大陸的公安機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至少有兩個人 在起底網站裡遭到公開的大頭相 原來就是他們當年在中旅社 新領回鄉卡的時候 所提交的那張相片 從此之後 這張相片沒有在其他地方公開過 另外也有區議員引述一些市民公稱 就說租到公開的地址 就是在大陸過關被人扣查的時候 向公安提供的假版本 即是整個樓的地址出來 他就照登你樓的地址上網 所以就質疑 到底是否涉及到大陸的公安機關 我當然不敢判斷 因為我沒有足夠的證據 但是林鄭會不會就這些事件來作出調查呢 到底是否這些市民被起底 是被作為一種武器來受到攻擊呢 你判斷一下吧 這些是你不說的 另外有一件事件 就是在10月份的時候 這件事件是甚麼事呢 就是有受害人向記者說 在這個反送中運動期間 曾經在抗爭的現場附近 被多名警員截查 有警察就拍了他的大頭照 之後他就獲得放行 沒有拘捕到警察 事後這名受害人 竟然在一個親建制的Facebook起底專頁 發現了自己的照片 原來根據他自己的姿勢和衣著的特徵 就發現到那張照片 正正是當日被警察拍下的照片 他當然就質疑 是否你這班警察 把那張照片放在起底專頁上呢 林鄭又判斷一下 這件事為這名市民的資料被人起底 是否作為一種武器受到攻擊 你判斷一下 為何從來不提 你只是關注自己的官員和警察 第三點他提到寒蟬效應 他就說 廣泛的起底所造成的損害 遠不止於受害者 而是會嚴重危害我們整個社會 當很多人目標的群組 或者社會某個界別被恐嚇而禁聲 或者因為害怕被起底 而不能公開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做他們想做的事 或者以他們渴望的方式生活的時候 社會就會出現寒蟬效應 好了 我想問問你 在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香港的航空界掀起了一片腥風血雨 國泰航空疑似向他的下屬作出政治清算 懷疑以言入罪 好了 使得很多人馬上就在Facebook改名 連自己的真實姓名都不敢公開 因為害怕被藍絲的同事督灰 陳大明就改名為陳小文 不停用一些假名化名 甚至有些人將戶口Deactivate 即將整個帳號停用 請問林鄭是否屬於寒蟬效應呢 她害怕被起底 遭到一些後果而不敢再發言呢 這很明顯的例子 比如說前幾天 教育局已經向著十三個教師作出了處分 當中大部分都是牽涉網上輿論 根據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所說 其實這些教師只不過是在Facebook 作出一些Friends Only 即是自己朋友看到的言論 而這些言論被人匿名截圖 卡下了就去教育局投訴 這些就是督灰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這些Facebook的言論只不過是要 加上他做Friends才能看到 那些學生是看不到的 他不是在這個學校裏頭 作出公開的宣布 竟然在自己的Facebook 靜悄悄收起來 都是被人起底卡了圖 去投訴 想請問林鄭這些算不算寒蟬效應呢 那些教師當然會自我審查 還怎麼這麼說 用什麼被藍絲的同事督灰 對 這些就是你所說的寒蟬效應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去評估過這個影響 不要只關注你自己的高官和警察 對不對 第四點還說到 如果不壓止這些起底行為 他所引發的不信任、恐懼和仇恨之火 很快就會令公眾對法律和社會秩序的信心消失殆盡 從而導致我們的社會瓦解 真是好笑 大家看看 九月份的時候 你這個私隱專員公署到底怎麼說呢 因為有人投訴 有些起底網站都登上網 個人資料被人登上網 竟然私隱專員說 因為那個起底網站的域名在俄羅斯登記 那個伺服器也不是設在香港 他就說 私隱條例沒有域外管轄權 私隱專員公署沒有辦法 用法定的權力 迫令相關的域外機構提供網站營運者的資料 換句話來說 根本上你就是無能為力 而且你政府也是消極不作為 既然你這個私隱專員公署 沒有辦法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作為呢 你有沒有嘗試去調查過 到底那些相片 為什麼會在回鄉證 extract 出來的呢 或者是否警察截查的時候 拍了市民相片 然後登上網呢 有沒有查過這些東西 沒有啊 為什麼這麼大批市民、記者、教師 會被人起底 你沒有提過 當沒有發生 那你這些完全是不壓制起底 你自己也沒有壓制 所以你寫這麼大篇這些文章 就是罵人家起底 哪有人會服你啊林鄭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